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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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現在都不肯放過我這個 藥汁千尊的小女子 開見他心腸帶毒 他因為妒忌,殺了他老公很有可能 你根本就是報私仇,說謊 你閉嘴 大人,我娘說我爹出了縣門行醫 幾個月都沒有回來 所以帶我去找他 別作故事了 真相就是曹閉月殺人毀屍 然後帶女兒潛逃 你口口聲聲說我娘殺了我爹 那你是不是親眼看到? 是呀,是不是有證人? 親眼看到我殺死我老公 那屍體呢? 是呀,連屍體也找不到 怎麼證明我爹死了? 根本由頭到尾 就是這隻狐狸精在那裡生安百做 你呀,你就信以為真 好,你說曹大公去了外地行醫 為什麼他這次又不跟你一塊回來? 如果他生歐歐站在那裡 就可以馬上幫你洗脫嫌疑 大人 其實我們母女兒和爹已經失散了很多年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四處去找他 到處都去過了 你爹早就被你娘殺了 就算你多找二十年都不會找到 你娘根本就一直在騙你,瘋狗 我娘是不會騙我的 是呀,試過很多次,我三更半夜窄醒了 都看見他偷偷地在那裡哭 小小的地求過天,可以可憐他 讓他和自己的夫君早日重聚 我帶著女兒萬里尋夫 比秦香蓮更慘 說謊,分明就演戲了 演戲?那我問問大家 演戲演了這麼多年,不累嗎? 說謊說了這麼久,一點破綻都沒有 如果我娘真的殺了我爹 沒理由我們去到每個地方 都會打探我爹的下落 他兩夫妻經常吵架,哪有這麼恩愛 吵架不代表不恩愛 大人,就像你和你夫人喊煞那樣 讓你夫人說你是老淫蟲、糊塗蟲 難道大人你就是老淫蟲、糊塗蟲? 大膽,你為何拿我們大人來開玩笑? 我只是說事實 俗語也有說床頭打架床尾和 兩夫婦吵吵吵吵吵 都可以有恩愛的表現 大人,你說是不是? 是… 所以我娘經常罵我爹 說要把他斬開十幾十輪 不代表他真的會這樣做 兩夫婦殺下花槍而已 怎麼可以當真呢? 大人,事實證明 曹大公一直下落不明 一定是遭曹事所害 望大人嚴格敲問曹事 替曹大公超說 好了,你還在那裡含血噴癮 你當大人傻嗎? 你說大人傻,大人 別吵,深暴頭 不是他當本官傻 是你當本官傻 本官雖然還有幾天告老還鄉 都不知道這麼糊塗 你現在所說的公辭 和二十年前所說的公辭 一模一樣,絕無創新 這件案審無可審,判無可判 大人…別吵 好,曹事無罪,當場釋放 人來,凡窮 姐,大人 娘娘,你很靈魂 靈青,你真是口才好 真是死都被她咬回生 姑姑 走了,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早安,錢公子 早安 早安 今天做什麼好呢? 昨天爹沒說太白樓伸出的紅棗糕 很好吃的 不如我們去嘗嘗 好吃的,買給泰國吃 池公子 早安 早安 我是曹青,你不記得嗎? 記得 師爺跟山渣說曹姑娘 在公堂和新捕頭辯駁 最後令到招大人釋放你娘親和 是呀 媽媽,你稱讚我嗎? 對了,曹大娘還有沒有生我姑姑嗎? 大人的事,我們的後輩都別管了 其實今天我是有些事來找你的 什麼事? 當天我在苗心甘向觀音娘娘許怨 希望娘娘會沒事 如今如怨以償 我很應該向觀音娘娘還怨的 應該的,一定要還怨 但是那裡是你們前家的私人證室 我又不知道應該怎樣還怨好 所以…一點心意 希望觀音娘娘她不會嫌棄 不會,最重要是有心 勿輕情易重 曹姑娘這麼有心思 觀音肯定會很開心的 不知道錢公子可不可以代我 將陽柳獻賞呢? 為什麼你自己不親自去呢? 因為我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有什麼事要比向觀音還原更重要呢? 這件事錢公子你也很喜歡做的 什麼事? 善事 你說做善事不是光顧這些店舖 讓老闆他們有生意做嗎? 當然不是,要做善事就先要買這些東西 稍後你就知道有什麼用 這邊呢? 坤伯、坤嬸,我們來探望你們 清清… 你這麼不好來探望他們? 還帶了兩個朋友來 錢少爺,我們認識的 坤伯、坤伯 我們來不中都會來這裡散步的 原來大家認識的 一點點意思不成敬意 謝謝… 清清,你這麼客氣,謝謝你 一場來到,不宜沒菜就吃飯了 好啊,不過吃飯之前 要付出代價的,錢公子 明白,銀糧 不是銀糧,是要付出勞力 聰明 曹姑娘,你怎麼會坤伯、坤嬸? 你叫我清清就行了 我和娘這次回來入鎮之前 找了坤伯、坤嬸幾天 看他們兩個老人家,孤零零 年紀又大,房子又流雨 所以就想幫幫他們 清清,你心地真好 你心地好就真 你叫山楂,終於吃山楂的 酸酸的,很少吃,但是謝謝你 曹姑娘 其實酸還是甜,都是看個人口味 不過要找一個和自己合口味的人 有時候也挺難的 我看你和你少爺也挺合適 是呀,我從小就服侍少爺 老爺他們都說我們很合適 你們的關係這麼親口 真的很難得吧? 我和少爺只是主僕關係 曹姑娘 其實我看得出你對少爺有意思 一定是你也看得出,真是這麼明顯 那他呢?他還是親味? 那我又沒聽過老爺說 沒理由,他這麼英俊瀟灑 就是很多人喜歡他 他確實是很多人喜歡的 那你呢? 通常丫鬟都會傾摸自己的少爺 你看得出我是女孩子? 不是嘛,一眼就看得出 那你到底喜歡他嗎? 怎麼會呢? 我從小到大都是和師爺玩的 我們不僅是主僕關係,我們還是兄弟 兄弟?你這麼美女 曹姑娘,我小時候就被父母遺棄 在這棵山楂樹下 幸好前老爺收留我 當我是男生的樣子 是嗎? 其實我和這棵山楂樹也挺有緣的 現在又認識你,你又叫山楂 那我和你也挺有緣分 我說你和少爺才有緣,真是 何以見得呢? 少爺那天在妙生音聽見你品神 回到家他就一直對你讚不絕口 說你有孝心 所以我就看得出少爺其實對你也有意思 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山楂從來都不說謊 那我真的越來越喜歡吃山楂了 這次如果再不成事的話 你拚給我收拾包袱吧 這次這個是繼老闆介紹相看的 姑奶奶就算你不相信我 也相信你的好姐妹 對了,還有老爺找神算子算過的 他說這個唐公子跟你八字最合適 是,早說 原來唐公子是書香世代 失禮… 錢姑娘的琴棋書畫也有點草藝 是嗎? 唐公子,你怎麼看? 那看來… 貴整了,原來真的有人不知道訂購 曹大娘,我們有些私事要談不如 看過,看過這位前姑娘 雖然飆梅已過 但是天生麗質,我多拿一瓶保養得宜 真是爹得背落 曹大娘 現在我讚你,你先聽我說吧 這位是唐公子,是嗎? 正是 正所謂是草妻的裘淑婦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一位這麼漂亮的姑娘 到現在都嫁不出呢? 唐公子,你千萬不要聽她胡說 在哪裡? 看來你當然是從外地來的 對了,你最好查清楚她的底蘊 我怕有人喝喜酒變成喝恨終生 吵吵閉,我忍你很久… 尚尚,別這麼激動 貴整我,這麼快就圓形不露了 我說的是事實 我怕有人娶錯老婆,添錯丁 唐公子,唐公子,你千萬別相信她 舊老闆,程姑娘 我想我有事要先走,告辭 唐公子,你慢慢走 唐公子… 唐公子,別走,唐公子 錯了,你真是獨苦,說我好事 不夠你獨,你勾我老公,詆毀我殺夫 還斷我迷路,你不獨? 你… 什麼? 一人小句…我毀生財 是呀,娘,你怎麼可以這樣罵人 錢姑娘,對不起 幹嘛要向她道歉?娘只是見義勇為 怕有人被騙,說出事實而已 什麼事實?現在你抵礙我,還傷我 大家臉身和氣,有事慢慢談 跟狐狸精,沒什麼好談 我也沒什麼跟她談 錢姑娘,我娘是口無者難 你千萬不要怪她,我以茶代掌 替你不准賠罪,賠什麼罪? 曹青,你肯低聲下氣 是不是春心動看中我侄子 想隔離我們錢家?你不用指望 你以為錢莊找個神算子? 算過度過你一定嫁得出的 老娘一出馬馬上吵我了 還真是神算子 你說是不是?繼老闆? 雙雙雙架不出,可能是要弄定的 娘,你女兒一生的幸福百百 被你斷送了 不用休,娘一定會找過主好人家 春?你拿這個還去哪裡? 拿去當 你不要省我了 你不要再問我叔叔拿去嗎? 拿回來 總之我有用,是… 你不要再掃了 你不要再估計你 你不要再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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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掃了 我 你 你想 神算寺真是靈 要說我可以去大巴見田寨處 那肺孔就行了 你別走,你敢趕到來 繼續… 邊邊… 來吧 小燕 行不行? 行 消灑嗎? 消灑…一點配合不了 知道怎麼會分開一半 離譜,收拾好好的 收拾好好的 好,每人三十元錢 神算至於孤寒到絕頂 昨晚搞這麼大堂,三十元錢? 還好,昨晚這麼多 如果我不是新手舖,打死了 那倒是,老弟昨晚要半天飄 老弟,真是很牙煙 對了,昨晚到的駕駛誰拿走的? 站在那裡,在哪裡? 在我那裡 昨晚見你們漏了東西 不就很辛苦你們拿回來 看看有沒有漏 你們倆這麼大猛 漏了你們就撿手尾,要別人幫忙 來吧,來,謝謝 謝謝 你們這些無賴都做得好事多了 怎麼樣?搞什麼?搞定了 搞定了,老弟 老弟 你們也算卑鄙 假裝客人,讓人家以為神算子很靈 光是沙姬含鬼一窩神 不過是神棍的神 一說到神棍真的要拜你們母女為師 你也知道了 如果我拿這袋東西 去當店的算死草看 他會怎麼樣? 你想怎麼樣? 沒有,想你這幫男神軍 幫我這個女神,郡姐 我這人很有原則,壞事我不做的 無賴都說原則? 你不懂就不懂 這些叫道亦有道,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這次也不是做什麼壞事 只是希望你幫忙 去處有一段好恩怨 你這個十月介賽員 念念不忘,還想嫁個三世祖 我告訴你,這些小雞門人我不做的 你儘管拿那袋傢伙去告發我們 喝茶 我又不會強人所難 不過看你一天到黑戴著豆 沒面子見人,替你辛苦 我現在就有一個獨門秘荒 保證可以治好你的臉 看我鬼還不怕 我還會上你當你真是當傻子 你相信你應該沒聽過 貧湖山人這個名字吧? 我沒聽過 他真名叫李時珍 是本朝鼎鼎大名的神醫 他寫的本草項目 每間藥財譜都拿來做鎮店之寶 他當年在太醫院的時候 研究了一條藥荒 醫好了嘉靖皇帝的坐鎮 而那條藥荒就在這裡 千真萬確 太醫院的蓋章 讓你眸眼睛都怕吃虧 在哪裡回來的? 你幫我的話,我就告訴你 這張藥荒有沒有效 三、五、七天就會知道 反正你的臉都爛成這樣 就死馬當換衣,你自己選 我去找他 老大,你怎麼看? 別吵 如果我騙你的話 我一輩子嫁不出 好,既然你說得這麼毒 我就儘管幫你一次 姐姐,你真人 程姑娘,我來買醋 你的醋很好吃,客人都不願望 薛姐… 是 有客人 真好聰明 買醋給我… 我怕上來自尊 賀老闆,我先進去,不妨礙你 薛哥姐姐… 薛哥姐姐 你要什麼醋? 他搞不搞的 早點最貴的就給你 薛哥姐姐… 武大郎… 你這個吃醋,你不酸的嗎? 這位英雄實不相瞞 其實在下是叫毛大郎 皮毛那毛,柴狼的狼,並不是武大郎 我快想吐了,你叫什麼名字都好 反正你這個上娥姐姐 都當你是賴蝦毛的 麻煩你,姐姐,麻煩你 上娥姐姐,真棒 真棒,真棒,真棒 怎麼樣… 通兒和薛哥千金八字合不合,合不合? 正老爺,輸我直言 令朗和這位閨女的時辰八字 有雙聰雙黑,有黑夫敗戒之禍 這麼凌重? 那可惜了 雖然年婚要趕球門當戶隊 但也要這對新人的八字 雙生雙合才行 那到底什麼時辰八字 才可以和我的兒子雙生雙合呢? 和前少爺最適合的就是這個八字 前妹 令朗和這個時辰八字的閨女 最合格的,嫂子媽媽 哪家閨女是這個時辰八字? 我儘管打探一下 儘管 有幾糟糕 有幾糟糕 令朗三天之內必有血光之災 救命… 不要打… 救命… 死方,別打了 死方,你很餓,不是我報官嗎? 不要…放過他 程公子 曹姑娘,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你流血了 不過幸好臉沒有花 真的? 沒事…對了,為什麼剛才那個人會打你? 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因為上次你派免費餃子 弄得莊大娘,她不開心 因為怕烏鷹,所以就要放你了 可否有得鎮,這裡也有很多惡人 小爺,我先扶你回家 好… 等我來 曹姑娘,你怎麼說沒事? 珊珊,扶曹姑娘 是 來…記得付我嗎? 好,回去… 人家的英雄救美,他又美人救狗熊 厲害 阿通… 其實你這次是謊話夾好彩 只是受了皮外傷 那個莊大娘真的很狠 不,你明天叫她登門道歉 還有,叫她賠一百兩湯用費 不然就報官 看起來知道… 爹,姑娘,小小傷而已 不要再開大口 阿通,你怎麼要貪快 走在迫症的小巷子 山渣你也是的,不會看著少爺的嗎? 對不起,姑奶奶,是我無處忽力 都不關山渣的事,人算不如天算 誰猜到莊大娘會伏擊我? 人算不如天算? 血光之災,神算子就是神算子 不,立刻向她找一個 甲巴刺的人替她擋下殺 爹,娶妻當然是說情投意合 你不要幫我找什麼甲巴刺的女孩子 你懂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是泰君金波羅 你有什麼頭毛損傷,他會罵我 你不怪你自己以為是泰君 我一定要保住你平平乾乾,知道嗎? 對了,阿通 你這次一定要聽你爹的話 我去吃飯了 娘,你真要命嗎? 真是鬼弄他 吹了這麼多回事都去不了魚 那也不用這麼大力 誰這麼晚? 錢公子? 曹大娘 進來吧 智智? 智智,我專誠,我支藥酒給你的 你現在看得怎麼樣? 你真是有心 麻煩 什麼麻煩?應該的 畢竟你是為了她才受傷 也算你有點良心,坐吧 謝謝曹大娘 智智,支藥酒很瘋,不過很快散瘀 你忍得痛才好塗 我很怕痛 那就不要塗了 不行,錢公子一番心意 不怕… 待會曹大娘幫你解僱的時候 我就… 抓住你的手,痛的就兩份吧 來了 你的肩膀沒那麼痛了吧? 你的藥酒和你的手都很有用 誇張 曹姑娘 你是不是有話想跟我說? 珊珊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時辰八字當成你的? 月丑丙人甲五辛某? 這個就是我的時辰八字 這個是你的時辰八字? 是呀,你拿著,我也有一張 是阿娘寫定的,打算找回忍袍的 你看看 對呀,真是安定了,真是天賜良緣 你說什麼? 曹姑娘,你別問那麼多 你拿著你的時辰八字 去託蘇媽媽做回忍吧 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這樣,我爹很迷信 他一定要這個時辰八字的人 做他媳婦 這麼巧,你就是了,真是整定… 是你自己整定的吧? 多個圈想人家你 慢著 那到底是為了你爹娶媳婦 還是你也真是… 其實… 阿嬌,阿嬌姐,幫我回答 快點… 快點,你這麼害羞吧 曹姑娘,小若當然喜歡你 所以才叫蘇媽媽給她一張紙 叫你扮成這個時辰八字 繞這麼大的彎 無非是想跟你成親 阿嬌姐,我們要回去了 阿嬌姐,那時爹以為我們出來通風報信 你要走了? 是呀 走吧,快點 小心點 好棒,大功告成 好棒,這麼好戲 這個三小組完全相信你 阿嬌姐,那也要多虧你找個神算子幫忙 八字的策子是用得了嗎? 還沒說完,還有一條血乾之災的策子 說時說了,阿嬌姐就幫你搞定了 李時珍的秘方是不是應該要給我? 李時珍的秘方,潔潔潔潔比我的臉更噁心 怎麼塗得上去呢? 阿嬌姐,真是鬼弄你什麼? 神這麼早,聖我兩頭疼 前家這麼有誠意 早就派蘇媽媽來叫我們去談親事 還通水謎給我們知道 說太君最喜歡吃妙心的早泥糕 好,當然要買上去 只要太君高興,就水渡渠成 這樣也不用這麼心急 要遲些到才獻得很矜貴 一、二,遲了兩步,走 曹青,等你很久 計準? 你也做得好事多 說什麼李時珍秘方,查人之後弄成這樣 我今天和你做妓,走呀 我肚子,你沒事吧? 還抓不到你 你騙我的卑鄙 我卑鄙得比利用李時珍秘方來騙我 這次別上當了,走吧 聽聞泰君很喜歡吃妙心的齋菜 所以我們特地買來孝敬她老人家 楊心… 好,等一杯小禮來 要心慈酒潔的人 才能配上敬鳳齋菜 那些心腸大毒 雙手之滿鮮月的人碰過 又怎麼配上給泰君享用 那趕快拿去分給客人 是 其實誰吃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泰君知道我們的心意 泰君姐 那錢老爺,我們就言歸正傳了 既然你請我們過來是談親事的 那又知道他們兩個時辰八字這麼合 是不是應該摘個好日 洛民定過大禮,趕快搞定他呢? 是… 要不需要這麼趕快? 莫非你們兩個… 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世事難料,總比飆梅耳過也嫁不去 正所謂有婚就趁亂結 有兒子就趁亂生 以免節外生枝 既然親家奶奶這麼爽快 我們也集個良辰吉日吧 是呀 下個月初九 還等下個月? 這個月沒吉日嗎? 這個月? 這麼急做什麼? 不急… 既然大家不急,我也不反對 我反對 閉關…娘 娘,請… 娶孫媳婦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不通知我一聲? 娘,你之前閉關清修一個月 哥哥說不敢打擾你 是… 娘,你放心 我就是不放心 要不是雙雙通知我 我完全蒙在鼓裡 孩兒知錯 娘,未來親家來了 乖孫,你先進去吧 媽媽 媽媽自有主意 阿通,你先進去吧 走吧 娘,我幫她們倆夾過了 曹姑娘的時辰八節和阿通兒是相生相合 我可以替她旺夫意旨 捅殺擋邪 是 那挺好 是 曹大娘, 八字架固然重要 但是出身還要緊 你女兒不是書香世代 亦非大家歸壽 問一聲曹姑娘 你以為你和我的乖孫 是否門多互對呢? 你以為找個人回來擋殺? 找了一個災星, 只能連累全家 鬼整理, 居居不斷要心要肺 像刀一樣插過來 你以為我真好恨跟你做親家? 你是不是老乾婆? 你… 娘, 別… 其實你在我們鄉下 老乾婆就是老實有虔誠的婆婆 送客… 送客, 走就走 泰官, 你聽我說 不用說, 我說的都說完了 你要說就跟你娘對著神主牌說 泰官… 帶她經過 你老妖怪, 為何沒天壯 你真是? 娘 我還沒罵完 這麼陰濕, 這麼厲害 只是天打雷劈 這兩個女兒如果再踏入全家 亂拐打死 是… 請 請喝點酒, 走 插手 娘… 娘, 你別原良自盡了, 娘 我不是原良自盡 我給你原良自盡而已 然後我牽著你的屍體去告官 說全家逼死我的女兒 誰做人娘叫自己的女兒原良的 如果你還這麼執迷不悔 那就讓娘去原良吧 你牽著我的屍體去激古名冤吧 我知道了, 我要私奔 我要拿著這條繩 然後爬進去全家的後院那裡 帶著錢公子跟我一起私奔 接著米二成吹, 怎麼對他們不承認 你真是傻得上心口 那個老乾婆, 萬不講理 你嫁進去全家 怎麼會有好日子過呢 你們母女都做得好事多了 阿公, 我說你們母女都弄得我現在這樣 那天你推我 然後我脊腳撞到舌頭暈倒了 之後醒來就變成這樣 走開 誰啊 很英俊, 真是很英俊 果然是英偉非凡, 迷死人了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真是全靠你們這條李時珍的秘方 你們真是我再世父母 你們的大英大德真不知道怎麼報答你們 不如這樣, 請你們吃一頓好的袋 我來報答你們, 好嗎? 沒心情 什麼事這麼愁呢? 說起來就一瓶眼淚 被人拒分, 是不是?怎麼這麼大不了 我不怕老實跟你說 我大謊被人拒分了百多次 我依然是一條好渴 怎麼同?你以前這樣, 瞎著就不照顧你 過去了, 不過你放心 大一人的婚事就是我的事 我一定會幫你想好它 但是那個老乾婆很兇狡的 挺兇狡的, 總會有死穴 對, 話說回來 泰君平時有什麼生活習慣 平時喜歡做什麼? 他就是吃長齋 喜歡念經, 拜觀音 那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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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是我不會再害怕 像以前看天打掛有容敗 是你嗎? 在迷路的一刻 只引我回家 不需要隻身恐怕淚如山 那樣吧 是你嗎? 在旁邊不需要驚訜 舊相駕 會否因你而放下 面前是你嗎? 就如夢境一般不再有落差 交給你, 從未應許的奇葩 我愛你, 想你